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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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是行程的最後一天 就悠閒的逛逛吧 帶大家到中木黑這邊 一邊喝咖啡然後一邊在河畔散步 中木黑的車站旁一出來 就可以看到知名的木黑川 木黑川的兩旁都有行人步道 道路的兩旁還有許多餐廳與店家 河的兩旁也種滿了櫻花樹 春天時是有名的賞鷹聖地 到處都是這種可以在戶外賞鷹的餐廳 散步的行人也很多 這一區有不少特色咖啡廳 早上走累了可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在我後面的是Starbucks的Reserve Road Street 然後是最近才開幕的 然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這邊朝聖一下 這家星巴克徵選東京烘培工坊 於2019年2月28日開幕 在當時全世界只有5家 由知名建築師威延吳設計 這次我們選擇的是附近的Streamer Coffee Company 除了咖啡店跟餐廳以外 坐落在暮黑川兩旁的小店 也是非常值得人逛的 中暮黑逛的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步行回車站 搭乘東極東橫線做4站 10分鐘內就可以到達自由之丘 我們在自由之丘找個中餐或者是甜點吃吧 自由之丘這邊呢 有很多很好吃的甜點店 我們中餐推薦一間 很好吃的漢堡叫做Bear Burger 另外自由之丘這邊 絕對不能錯過了 就是還有各式各樣的日系雜貨 這家Bear Burger是來自於美國的漢堡店 然後在日本有兩家分店 一家來自由之丘應該都來不做 我點這個Supreme Burger真的非常瘋狂 你看這邊有兩個超大的洋蔥圈 然後這邊呢有薯條 然後這邊既然又有洋蔥圈 然後下面才吃的時候 真的超過的 這麵包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它的肉呢 就是雖然肉質很多 但是並不會很油 你看到這家餐點都是有機的食材 所以吃起來非常健康好吃 大家有看過家的香菜的漢堡嗎 一聞就是滿滿香菜的味道 超豪邁的感覺 它的香菜氣味很香不會太濃烈 因為這邊的蔬菜都是跟契約農家所訂的有機蔬菜喔 然後另外呢 它這個漢堡啊 整體的口味啊 加上這個蛋 吃起來我覺得非常的搭配 然後漢堡肉呢 很紮實 可又不會太硬 這邊跟高樓林立的辛酥啊 跟磁帶比起來 少了一種壓禍感 然後多了一種就是散步的悠閒感 而且這邊的店家呢 內部都比較寬敞 然後有很多不一樣特色的小店 火車歐這個區域啊 集了非常多的非連鎖的小餐廳跟商店 它這邊有滿多街道都有鋪這種小石板的路 讓你逛街的時候會覺得特別的油渣跟浪漫喔 這家Lupicia是賣茶的專門店 可以看到它的獨棟一個非常的寬敞 在這邊啊 轉個彎啊 在住宅去 有時候會發現很有趣的小店 我覺得在這邊逛街啊 放慢腳步慢慢走 如果你走太快的話 會錯過一些很有趣的點 這邊駕駛的時候 永不幸者天國 走到大百合上很悠閒喔 如果你吃的下甜點 我們推薦 Pate-City-Party-Cavish Bake-Shop Peter Rabbit Cafe 這裡飛機的時間是設定在晚上七點左右 要逛到幾點請依照實際起飛時間調整 那我們吃完中餐跟逛街完之後呢 我們要結束五天世界的行程要回台灣啦 這麼威猛的行程也就只有東橋可以拼湊的出來啦 那我們就下雨繼續搭飛機囉 沒有人是要繼續拍片 我是包博 我是文 那下次見 掰掰